老婆的蛇尾缠上我 粗长的蛇尾紧紧锁住我的脖梗 令我呼吸阻断窒息感强烈 别以为你是我的丈夫 我就舍不得杀你 无情冷血的蛇泪 我停止挣扎 索性百烂 你杀吧 你把我绞死算了 白蛇不再言语 沉默几秒后撤开蛇尾 转头生闷气去了 我对着他的背影不屑一顾 蠢蛇 我爷爷是个神算子 在我五岁那年 算出我是个短命鬼 他为了让我活得九点 带着十岁的我上山求亲 对象都物色好了 就是村里后山山顶的那棵大槐树 足有千年 我爷爷说 小浩 你和槐树定了亲 就不会早腰了 我茫然点头 闻着槐树上的树叶清香 深吸口气 和槐树结婚 感觉也很不错 但我爷爷是个半吊子 一顿做法闹下来 最后把自己气哭了 小浩啊 爷爷对不起你 爷爷抱着我嚎啕大哭 怎么了 此时我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只见爷爷抬手一指 挂在槐树上 足有两米长的白蛇 朝我吐着蛇性命 小浩 爷爷把你的婚气 上到那白蛇身上了 从此以后 你俩性命相连 可咋办啊 能咋办 我对上白蛇冷冰冰的眼 顿时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不断往外冒 蛇能活多久 我不知道 白蛇不是普通的蛇 据他自数 他已经修炼了数不清的年数 却还没修出人形 自从与我定亲后 便时时刻刻跟在我身后 要不是你爷爷 老娘现在早飞伤了 这句话我听了七年 我早已麻木 无所谓 我背着书包放血 走在无人的山路上 我警告你 不要对我爷爷动手 否则我就自杀 我自杀 他就得死 白蛇缠绕在我脖梗上 一圈圈的缠紧 又不敢勒得过紧 他警告是的在我脸颊边 吐蛇性子 我不耐烦地拍开舌头 烦不烦 别往我脸上沾口水 白蛇气得要死 还是个萝莉鹰 你等着 等我找到解除婚气的办法 第一件事就是 把你家里人吞了 我翻了翻白眼 不懈道 认病吧 小白 我爷爷的术法很厉害的 话虽如此 我和小白一样 希望能解开婚气 有小白的存在 导致我一直没有朋友 上下学都得躲着旁人 因为他总跟着我 美其明约 怕我死了带上他 可明年我就得上大学了 我要离开小山村 我想离开小山村 白蛇哪也不能去 他在此修炼 就得一直在这 否则就会失去修为 变成一条普通的白蛇 毒性还不强 死得很快的 小白 我明年想出去 想去大城市 看高楼和摩天轮 在电视里见过的那种 我对着肩头的白蛇说 不可以去 你去了我怎么办 我等死吗 罗里音的白蛇骂骂咧咧 爷爷说 就算婚期不解除 我也可以离开村里的 只有你不可以离开而已 不准去 你去了 我就勒死你 蛇身缠在我脖梗上 慢慢收紧 他坐着无用的威胁 我抿唇 拉着书包袋子 慢悠悠往前走 你勒死我吧 我总要出去的 我不可能一辈子 待在山村里 片刻后 小白缠着我的动作 渐渐放松 转而在我身上 游来游去 缠着大腿 腰间 手臂和脖梗 一圈一圈 慢慢地让 他默然步履 昏气让我感觉到 他的情绪 他在难过 他是因为自己生死 迷茫而难过 不是因为我要走而舍不得 你别走 我每天都去山里 给你找蛇果 你最喜欢吃的 白蛇缠在我腰上 和我一起躺在床上 我闭眼 我不吃蛇果了 盯着小白耍赖 就算我要走 你也得给我找好吃的 我可是你丈夫 白蛇蛇身松开我的身体 自己躺到了床的另一面 气呼呼道 我没你这么无情的丈夫 无情吗 我想 我确实挺无情的 我说了要走 就肯定要走 离开山村前 我本想着日后每月回来 后来 我就想再也不回来了 因为爷爷死了 猝死的 不是白蛇杀掉的 爷爷走得很急 来不及给我留一眼 他抓着我的手在地上 瞪着眼睛抖抖抖 小浩 小浩 我学着梳理的 他们不是好东西 虐待我 殴打我 是爷爷把我带到身边养了12年 小白缠着我 在我肩头说对不起 我决定出去后就再也不回来了 小白是故意的 他见死不久 他曾和我说过 以他的修为和术法 想要拯救一个凡人 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他还是记恨爷爷 记恨我 不该把分器结到他身上 所以我毫不留恋地走了 我在城市里读书 做兼职 忙得晕头转向 偶尔有空闲时 就会想爷爷和小白 小白应该还在山林穿梭 他最喜欢缠在树上睡觉 一睡就能睡许久 还特别爱吃 找鸡兔的速度很快 我认为小白一直修炼不成功 大可能是因为太爱吃肉 杀孽太重 也不知道他现在多长了 我躺在床上 看着出租屋的天花板 从我离开山村到毕业 已经过去四年 我21岁了 四年 之前小白是2米4的长度 现在以后3米多了吧 扣扣 房门被敲响 大概是房东 今天是交租的日子 我忙下床 来了来了 您稍等 房子我给您打卡里吧 还麻烦您跑一趟 话音落地的瞬间 房门被我打开 不是房东 是一个黑发墨童萝莉 身姿窑窍 面容白皙 五官清秀 青色的萝莉感很清纯可爱 他穿着白色裙子 抬头看我的眼神有些冷 5号 他唇半清气 眼中滚动恨意 是熟悉的萝莉声 小白 我猛了 下一秒 冰冷的手狠狠掐到我脖梗上 愤然收紧 小白掐得用力 冰冷的手卡在我脖梗上 令我窒息 就在我翻白眼 以为要见阎王时 他又松手了 五号 我真想掐死你放了 少女模样的小白眼晃红了 气得瞪我好一会 我捂着脖子在门口咳嗽 他毫不客气地往房间里走 大大方方坐在床边 我缓过静 关门进房 从前在我耳边 巴巴个不停的小白舌 此刻成了模样 清纯可爱的萝莉 眼睛还直勾勾瞪着我 无声控诉 我咳嗽两声 嗨嗨 你真是小白 萝莉小白语气即差 不然呢 除了我还有别的女人会来找你 没有没有 我忙白手 盯着小白看了会 酸涩的眼泪往外涌 从出生到现在 与我有深刻牵绊的 除了爷爷就是小白 爷爷离世 我怪小白不救他 离开山村四年 我其实也后悔过 小白和我的婚期 到底是我为了长命 强行按到他身上的 他修为大姐 还得随时关注我 怕我死了带上他 他恨我是应该的 救爷爷也不是他的义务 要不是小白 我可能早死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 开口许久 小白却瞪着我 语气僵硬 对不起 你对不起什么 我猛了 爷爷 小白偏过头 我看到他眼角滑下眼泪 不是我不救 是我没能力 我愣愣的说 可你不是说 以你的修为 就一个人类轻而易举吗 我吹牛的 你真敢信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确实真的信了他说的话 小白又瞪我 恨恨的不光信了 还偷偷溜走 四年都不回来 我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 你知不知道 你不在的日子 我怎么过的 对不起 我认错 又问道 你现在修炼成人形了 可以离开山村生活 不会影响修炼了 嗯 我困了 我要睡觉 小白花音刚落 就躺床上 闭眼睡着 秒睡 我站在床边 看着小白的人形 一米六的萝莉 蜷缩在我的单人床上 苍白的脸 泛红的眼眶 眉头紧皱着睡觉 白色裙子运动鞋 穿着破旧 略脏 有骨子味道 估计是在哪捡来的 小白哭了 他也想爷爷 爷爷在世时 经常牵着我上山 抱着团成一团的小白 在山顶看日出 天冷了 他就给小白置毛衣 套在硕长的蛇身上 小白冬眠时 还会烧炕 让他睡得冷呼吸 小白最喜欢 缠着爷爷要摆斩鸡 明明是条蛇 却喜欢吃熟鸡 还特别喜欢加醋 疯狂加 我想着想着 眼泪掉下来 小心翼翼坐到床边 贴着小白慢慢躺下 修成人形 他的身体也是冷的 即便如此 却依旧熟悉 我们在一起睡了很多年了 我贴着他感到安心 刚闭眼 手机铃声就响起 我接通电话 电话那头女生低沉 八号 解除婚气的方法找到了 只要对方愿意为了你 自愿在阵法中献出生命 就可以解除婚气 这是唯一的办法 电话那头的术法师说 术法师是我在网上找的 有些真功夫 是的美女 还对我有点意思 这个可能不行 我看了眼睡得正诚的小白 小白不会为了我献出生命 我也不想他死 我有办法让他主动为你去死 电话那头的声音过于冷漠 不用了 谢谢你 你是觉得我做不到 还是舍不得那条白蛇去死 当然是舍不得小白 罗路又道 我之前和你说过 你和那条白蛇婚气是强行结伤的 你的命格太差 他压不住 最多还有一年 你们就会因为婚气同时丧命 我沉默 不想承认罗路说的是真的 可他是个不错的术法师 不会骗我 我从前总想逃避现实 所以把罗路说过的话抛之脑后 不愿去想 现在小白睡在我身旁 他很累 从山村到这里 赶了很久的路来找我 因为怕我脱胎致死 我握紧手机 要是我自愿为小白献出生命 解除婚气 他就不会死对不对 罗路生气了 他怒哄 你在想什么 你想要那条蛇活着 自己去死 我捶着头 压低声音 是我欠他的 我本来活不到现在的 小白睡了一天一夜 我去外面买了些女生的衣服 又给他准备了生活用品 他现在是人了 得像个人一样活着 我不想穿衣服 不舒服 小白皱眉 白皙的脸上露出不耐烦 我才不穿 我愣住 把人吓哭了 那你道歉了吗 我说了对不起 他跑了 小白一身脏兮兮 在我床上滚来滚去 耍来不高兴 当人太麻烦 穿衣服穿鞋子 两条腿走得好慢 我走了好久好久 得有半年才走过来 你是走路过来的 走了半年 对啊 我只能靠婚气知道你的大带方向 又不知道是哪里 叫什么地方 有人雷想帮我 帮不了 他们就想把我送什么警局 我跑了 你不会变成蛇赶路吗 我又极又心疼 半年来 小白在山上从未下来过 外面的世界与山中相差太大 他磕磕绊绊这么久才找到我 小白别扭的偏过头 闷声道 变成蛇会被人类抓走 包皮吃掉 我心里一个灯 小声问 你被抓走过 奇异的静过后 小白盘腿坐起来 愿愤的看我 都怪你 跑这么远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 我低头认识 不好意思的卖笑 对对对 都怪我 白蛇大人别生气了 我要吃白斩鸡 好好好 马上给您安排 您先去洗个澡怎么样 他身上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在我的几番催促哄劝下 小白终于愿意去洗澡 我叫他用了洗浴器 在外面静静等待 半个小时后 小白开门出来 皱眉叫我 五号 我身上好多水 怎么办 我本想回避 听着他叫我下意识回头 然后就猛了 视线如被电触般 猛然收回 羞得我脸红到耳朵根都火了 把衣服穿上 我高声怒吼 我不穿 小白大步走近 任性的 我坐在床上回身转头 不好意思再看 怪我太穷 租的房子是个简单的单间和小浴室 想回避都没地方躲 你先把我给你买的新衣服穿上 待会咱们出去吃顿好的 我带你出去玩 小白不满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为什么不看我 你现在没穿衣服 我以前从来不穿衣服 我不穿衣服跟你睡觉都没关系 你夏天还喜欢抱着我睡觉 说我冰冰的很舒服 现在连看都不敢看 果然是感情淡了 五号 你这个无情的男人 我忍无可忍 你那时候是条蛇 蛇怎么了 我不是蛇你就不喜欢了 你给我闭嘴 把衣服穿上 我背着身子吼他 小白话特别多 说起来就没得完 还特别喜欢和人战反方向 简而言之 就是网络上特别流行的杠精性点 小白稀稀索索地把衣服穿上 我松口气 他喜欢白色 选了一套白色裙子和白色短靴 把黑色裙子丢到一边 皱眉嫌弃 我不喜欢这套衣服 不喜欢也得穿 我没钱给你买新的 我有钱 你哪来的钱 小白抬起下巴 自老道 赚的 不论我怎么盘问 小白都不告诉我 他是怎么赚钱的 只是每日早出晚归 回来后便丢给我两张红钞票 表情特别傲娇 脸上就写着一句话 看 姐能赚钱 牛不牛 我把他赚的钱好好收着 等我以后死了 小白要是想在城市里生活 得花很多钱的 不过 一个月后我就知道小白在哪赚钱了 动物园里 公司团建 让作为员工的我们去新的动物展转转 转着转着我就碰到熟人了 我不 熟蛇 三米长的白蛇蜷缩着盘在玻璃展柜里 三角形的头看上去毒性很强 黑眼睛十分精灵有神 他慵懒地在展柜里待着 我看了眼展柜外面的介绍纸条 没有介绍品种 只有两个字 白蛇 小白是独一无二的 他没有品种 小白 我隔着玻璃叫他 白蛇偏头看我 立刻把头往身体里藏 装作不认识我 我笑起来 小白的模样 化成灰我都认识 白蛇在玻璃上撞了撞 他有些不满 我挑眉 知道他想往我身上缠 被拦住了不高兴 小白最喜欢缠在我身上 游来游去 妈咪 这条蛇好大 有点吓人 哇 好酷的白蛇 小孩们凑上来 我准备让开位置 让他们尽情地看 步子还没抬起来 身旁就多了个女人 大大咧咧地挽住我的手 低头凑到玻璃展柜前 问我 阿浩 你喜欢蛇呀 我看了眼身旁的同事 不太舒适地想躲开 煞时 只见玻璃展柜里的白蛇 猛然立起三分之一的身体 张大嘴露出尖锐毒牙 凶狠避陷 死 他张嘴狠狠撞在玻璃上 朝着我身旁同事的方向 玻璃展柜被撞出蜘蛛网缺口 慢慢裂开 小白撞破玻璃 把动物会展中心里的游客 吓得到处乱断 还把好多人吓过 他老板是个术法师 本乡请小白给他赚钱 结果闹了一遭 门票全退 今天赔本没赚钱 那小老头把小白和我念了许久 并告诉小白 以后不要再来 我们晚点九点 才一人一时回家 小白坐在桌子前 恨恨的 都怪那个女人 我迟早把她吃了 不准吃人 那个女人是谁 你是不是喜欢她 小白在房间里 没完没了地问 我坐在自己搭建的简易小灶前 用小电锅抄白菜 你说话 吴昊 你喜欢她对不对 我默默把白菜装盘 无奈道 都说了是同事 不喜欢她 你还要我说几遍 盯着她的眼睛 我再说最后一次 我不喜欢她 几秒钟后 小白松开我 冷冷地哼一声 行 我相信你 我递给她筷子 别闹了 吃饭了 我不吃白菜 我要吃白斩鸡 太晚了 明天再做 我说完 低头默默吃饭 随后心思活跃地想了想 小白的反应 像是在吃醋 我们是名义上的夫妻 感情似乎一直都是亲人的情感 现在 我犹豫着 抬眼看小白 小白 你是不是喜欢我 小白放下筷子 歪头看我 呆滞的模样 似乎在想喜欢是什么意思 紧接着 她站起来 哼声道 我才不喜欢你 要不是你 我早就飞升了 等我找到解除婚气的方法 我就走了 我才不要在你身边 我要回山上去 如同一盆冰水泼在我头上 小白不喜欢我 对 她怎么会喜欢把婚气 绑在她身上的人呢 是我喜欢她 我低头 是我喜欢她 见我不说话 小白顿了顿 我们什么时候回山上 再等一个月吧 我有私心 还想再活一个月 一个月后她就可以回去了 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决心一个月后去死 所以我辞职了 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我想在这段时间里 带小白好好玩一玩 算是弥补这么多年 她被我当成偿命药的亏欠 我带着小白到处过 密室游戏 游乐场 海底世界 植物园 火锅沙拉 韩式料理 日式餐厅 泰餐 能去的都去了 能吃的都吃了 还给小白买了不少衣服 她很开心 到处看一看瞧一瞧 躺一躺 摸一摸 她像个单纯的小孩子 性格纯真干净 我也跟着没少玩 人间走一遭 也总算过了段 多姿多彩的生活 只是快乐的日子十分短暂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 我要去死了 小白也玩累了 夜里她睡在我身边 问我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我问她 城里不好玩吗 那么想回山上呀 好玩 但是我更喜欢在山上 没有其他人 可以缠在你身上 还可以在树上玩 城里人太多 她不可以松懈地变成圆形 我还想再说 小白已经睡过去 她睡的时间越来越久 身体越来越虚弱 即使她不说 我也能感受到 婚气拖累得她精神不振 脸色并太苍白 我躺在床上 借着窗外月光看她 轻声道 明天吧 明天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叫来罗路做镇法 罗路百般不愿 几次三番问我是否真的想清楚 我点点头 我想清楚了 你快点开始吧 我深吸口气 今天穿上了白蹄牛仔裤 这是我绝对属于我的 最帅气的装扮 我想死的帅一点 罗路带着我到一个偏僻的废弃工厂 工厂里面灰尘四起 空空荡荡 她用鸡血在地上画阵 戴着眼睛的斯文白衬衫西装群女孩 根本看不出她是个术法师 光看外表 只觉得是个商界精英 罗路化完阵 看向我 我尊重你的意愿 但你想反悔 任何时候都可以 我摇摇头 我不反悔 我本来就要死的 不想拖累小白也死 也多亏小白 能让我多活这么久 还见识到世界上许多东西 我已经大转特转了 爷爷在下面也该想我了 我该去陪她 我站到阵法中 什么都清楚了 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往下流 小白呢 我死了之后 小白会怎么样 解除婚气后 她会不会回到山上 找一条白色的熊蛇在一起 还是努力修炼飞升 过逍遥日子 我舍不得小白 可阵法开始了 我要死了 罗路闭眼念中 就在我静静等待意识消失时 她猛然睁眼 不对 怎么了 我看向她 生怕有问题 罗路皱眉盯着我 你身上没有婚气 我眨眨眼 还没来得及高兴 罗路又倒 还有 你说的那条白蛇 我没有感受到她 她已经死了 不可能 我方寸大乱 小白怎么可能死了 她还在我租的房子里 待得好好的 这些天她也和我在一起 我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但电话拨出去 始终没有人接通 我一次次的拨 小白都没有接 她明明已经学会接电话的 罗路开车带我回租的房子 神情肃然 她推了推眼镜 脚下油门踩到底 人和腰不一样 人死了是有灵魂 看不见摸不着 腰死了之后有灵体 看上去和活着时没两样 没有修炼出人形的 可能会变成人形 他们会留存在世上一段时间 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灵体存在的时间 差不多一年左右 那条蛇来你这里多久了 我耳中嗡嗡作响 下意识回答 两个多月 才两个月 那你怎么和我说她状态很好 一场试睡 应该还没进行到这一步 我恍然 心脏骤然紧缩 她说她来找我 在路上走了半年 车子飞驰 罗路低沉的声音宣判死刑 那就对了 她日子不多了 在过段时间 陷入真正的沉睡后 她就连灵体都没了 我红了眼眶 眼泪一滴滴往下落 那条白蛇 应该是用了一样的方法 早就为你陷阱了 你不用担心会死了 我的手心冒出冷汗 开始心跳加速 那还不如我去死 我本来就该死的 小白骗我 她说修炼成人形了 她说她想解除 昏气回山上继续修炼 她没有以后了 她骗我 我快速回到家中 只看到一条三米多长白蛇 盘在床上 我叫她 小白 小白没有醒来 她睡得很沉 我推了推她 她也没有动 罗路走进来 看了看小白 对我摇摇头 酸色的眼泪涌出 我趴在床檐 抱住白蛇冰冷的身体痛苦 小白睡得太沉 罗路说她这一次醒不来 就永远不会醒来了 她的灵体会慢慢消失 我收拾好行李 打车带着小白回了小山村 我们最开始认识的地方 打车花费我大半积蓄 因为距离实在太远 我带着小白 不方便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白蛇长大了 重了很多 我抱着沉睡的白蛇 把她的蛇身缠到自己身上 一步步上山 山顶的千年槐树还屹立不倒 树叶清香令人心旷神移 我怀着悲伤的心情坐到槐树边 小白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我喜欢她 虽然一直不想承认 但我真的喜欢她 小时候 小白陪着我 她总是惯着我 我说想吃鸡肉 她会连夜抓野鸡 我在河里游 她会待在我身边 让我永远不怕沉下去 不过 她是怕被我拖累致死的 可她说不喜欢我 又为什么要献祭自己 解除婚气 让我活下去呢 我抱着白蛇 叫她的名字 小白 小白不动他 不醒来 我们回山上了 回家了 你醒来吧 我贴着槐树睡着 做了个梦 梦里 我作为局外人 看着多年前爷爷牵着十岁的我上山求亲 爷爷在画法阵 十岁的我拿着棒棒桃 仰头看千年槐树 我站在爷爷身边 轻轻抚摸爷爷脸上的皱纹 但他感受不到 我抬头 看到槐树上缠着的白蛇 听到他在说话 这小男孩要死了 他想和你定亲长命 槐树姐姐 你同意吗 一道冰冷的女生想起 不 命树既定 不可更改 白蛇吐了吐蛇性子 你不同意 那我就同意了 我不信命树 再说 白的一个丈夫有什么不好 你喜欢他 我总在山西边看到他 他抓鱼挺厉害 我是笑着醒来的 醒来后又抱着小白哭了好一阵 小白还在睡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 不知道会不会醒 他喜欢我 喜欢我好多年 但是傲娇不承认 坏白蛇 我上山给爷爷烧了不少纸钱 求他让小白醒来 求他让小白活下来 天气渐渐冷了 我坐在槐树下 接替爷爷的火 给小白织毛衣 蛇身长了许多 毛衣要重新织 天冷了 你是想睡到冬眠结束吗 爷爷说 以后你和我一起过日子 我们互相照顾 你每天睡的和猪一样 都是我在照顾你 快醒来照顾照顾我 现在村里可以收快递了 很方便 我可以在网上买东西 不用出门了 我不想去成岭 我们一辈子待在山上好不好 我得不到回答 白蛇不醒来 他的呼吸越来越微不可见 他要死了 雪雾最大的时候 满山雪白 银装速过 我抱着白蛇上上了 我艰难的 一步步徒步上山 身上缠着的白蛇轻了许多 我又到了槐树下 仰头看着那棵千年槐树 槐树姐姐 我知道您能听到我说话的 我抱着小白 吸了吸鼻涕 眼泪往外涌 小白要死了 你救救他好不好 用我的命 换他的命也可以 冷风吹来 冰冷的雪呼在我脸上 我闭眼 脸动得僵硬 任凭我怎么喊 都得不到槐树的回答 但我却行 槐树能听到 只是他不想回答 我抱着白蛇锁在槐树下 小白的呼吸越来越弱 他马上要消失了 灵体都留不住 我想好了 要是他没了 我就在这里待着 冻死算了 然而 怀里的蛇没死 他动了动 舌头往我怀里钻 熟悉萝莉音响起 你带着我在这干什么 我要冷死了 我动得僵硬的脖梗 慢慢滴下去 对上白蛇墨色眼头 狠狠吸了下鼻涕 喜急而泣 你醒了 山脚下的小平房里 穿着黑色羽绒服的 罗莉少女在房间里打转 白皙清纯的脸蛋上 满是不耐烦 他丢了张纸巾给我 别哭了 都说了我不会死 我拧鼻涕 抹眼泪 还是不信 我怕小白骗我 小白叹口气 坐在我身边 我现在是灵体没错 但我不会死 睡了这么久 是因为离开槐树太久 身体虚弱 就睡着了 只要在她边上 多吸吸灵气就能醒来 我不懂 那些乱七八糟的讲究 我都不懂 小白又解释道 简而言之呢 就是 就是 我本来吧 就不是自己修炼出来的 是靠着槐树姐姐 她有了灵智 有灵智的时间也不长 也不是修炼那块料 你离开山村之后 我发现就算有婚气 你也活不了多久 所以就用肉身给你陷阱 留下灵体也能活 没什么区别 呃 唯一不太好的 就是真的不能修炼到非圣 不过 我本来也不是那块料 之前不告诉你 是因为我以前吹牛自己很厉害 怕你瞧不起我 我慢慢听懂了一些 又问了些话 原来在我离开山村三年多后 有树法师 也就是办动物会展的小老头 远道而来见识千年槐树 顺便告诉小白解除婚气的方法了 小白解除婚气之后 没了原来的肉身 不用就地修炼 还有了人形 立马就下山找我了 他依靠着婚气还在识的记忆 知道我的大概方向 找了很久很久 他在出租房睡过去 也是因为没修炼 又没贴着槐树吸灵力 灵力哭结沉睡了 幸好 幸好 我带他回来了 我捋清楚后 确定小白不会死 我也不会死 就开始心愿一马 我侧头看小白 那 那你喜欢我吗 小白脸蛋通红 酱嘴不承认 我才不喜欢你 蠢得要死 谁喜欢你 我不吃笑出声 好吧 你不喜欢我 那我去找别人结婚了 反正我现在没有婚期限制 想和谁在一起 就和谁在一起 你敢 小白暴跳如雷 我当作听不见 就和我的同事吧 上次你见过呢 他和我年纪差不多 长得也不错 温柔又懂事 我起身往外走 故意道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我去找他你在山上待着吧 反正你不能离开槐树 离开久了就会陷入沉睡 你在这里好好待着吧 闭嘴 不准去 不可以 罗莉冲上前 拉住我的手臂 仰头愤怒地盯着我 我勾唇淡笑 势在必得 那你喜欢我吗 我说 你不喜欢我 我可就走了 你要是喜欢我 那我也喜欢你 一米六的少女偏头不敢看我 红着脸 小声道 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要修炼成人形 我说 我喜欢你 小白不耐烦地说 说完抓着我的手轻轻颤抖 他眼角余光偷看我 我低头在他侧脸亲吻 我也喜欢你 我们好好在一起吧 小白红着脸 抬头看我 这可是你说的 你得跟我伸五个舌袋 我又猛了 我站在原地 被小白抱住腰身 他在我怀里说话 有些得意 你说喜欢我 不能反悔 我和小白在山上待了一年后 我建了一个客栈 客栈不大 四个房间 平时我会发发朋友圈 做做广告 山上环境不错 挺多人都想来 我和小白靠着客栈 也能赚些生活费 客人一来 我和小白分工明确 我做饭 他负责到处找食材 我接待客人 他负责搞卫生 他分工到搞卫生 是因为他非常不想与人接触 也经常不在客栈 在山上到处游玩 小白勤劳肯干 我每个月给他一千五的工资 给的比较少 因为他自制力不行 太喜欢网络购物 买个没完 家里快堆不下了 乱七八糟 有用没用的东西他都买 他还喜欢打游戏 王者断位 国服 牛得很 日子很平静 直到有一天 小白见过的那位女同事来了 那同事依旧没有边界感 我后悔让他过来了 往晚来了之后 就一直跟在我身边 你突然辞职 我还以为怎么了 去你住的地方找了好多字 你家都没人 您好好休息 我先忙了 我笑着跳开话题 五号 你说实话 我打断他的话 往晚目光下移 看向我空荡荡的左手 结婚了 没买戒指 没有结婚证而已 其他的该有的全有了 我微笑 所以你可以走了吗 结婚对象是谁 刚才在门口 穿着白裙的小活力 你们男的就是喜欢长得矮的 脸好的 要我说那些都不重要 你看他长得跟小孩似的 年纪还不大吧 没懂什么爱不爱 过两年就得和你分手 往晚拦在我身前 说的没完 我刚要骂人 突然瞪大眼睛 惊恐地看向他身后 往晚愣住 救命啊 令人烦躁的女人疯狂大叫 跑出客栈 我表情逐渐平静 举起双手认错 我知道错了 下次再也不让大沙比来客栈 白蛇还看着我 我又讨好道 你别听他瞎说 你不是小孩 你聪明又可爱 做啥都能做好 白蛇又叮了我一回 顺着房梁游出去了 我急忙叫他 三号房间客人要走了 你记得打扫卫上 一个月后 我收到了小白送给我的礼物 一枚薄金戒指 你们人类就喜欢这种没用的东西 给你 我手无名指上 真麻烦 我不想带 他不想穿衣服 更不想带视频 我当作听不到 轻笑道 谢谢宝贝 不过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礼物没给我 什么 我目光下移 手指倾出他的小腹 小白顿时正愣 随后抬头朝我弯眸一笑 你知道了呀 槐叔姐姐说我怀孕了 五颗蛇蛋在这里 他摸摸肚子 站在原地 笑得可爱温柔 你要当爸爸 以后要对我更好 我轻抚他的脸颊 你也是呢 要当妈妈了 要少玩游戏 小白猛的点头 随后又摇头 不行 我不打游戏 没钱养孩子 我一脸猛 你每个月给我一千五哪够用 我打游戏给人做代打 不然怎么买得起戒指 那么贵 我想想 好像确实是 一千五的生活费太少了 我之前都没注意到 小白给我买那么多衣服裤子 早就超过了他的生活费 我抱着他 以后你就好好休息 客栈的事情都交给我 他拉着我坐在床檐 点头 窗外阳光正好 陪着我长大的白蛇还在身边 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